第15题 这个客人之前有去看七郡的 Saiigon Riverside Complex 然后呢后续卖掉了 他询问说这个社区 还有没有外国人的名额可以买 其实是有的 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推呢 因为这一个建商呢 他其实是有财务的问题 所以他交屋呢 他那边有四栋 四栋的这个公寓 那最后一批公寓呢 盖到没有 盖到厕所就没钱了 所以在交屋的时候呢 是厕所没有盖好 那所以就要变成 要跟投资人协商 是不是说交屋的时候 把这个尾款 扣掉这个厕所的一个款项 然后之后才交屋 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再卖这个案子 主要是说开发商呢 他过去是不错的建商 但是在这一波的金融风暴里面呢 也是被伤到 所以变成是很多的这个外面的仲介 他们是不会告诉您这些事情 那我们的话是也要很怕 很怕就是说这个害到客人 所以我们后来也不太敢卖 或者是说我们会把实情讲得很清楚 那实情讲清楚以后没有客人要买 所以后来我们也没推 因为会浪费时间 这边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